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陈永哉 寻根助魂 禄力承当 掌声送给陈永哉先生 让我们有请陈永哉先生及夫人邱秀民女士 有请两位来到台上 您一直以来致力于推广华文教育 陈永哉自幼跟随父母下南洋 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白手起家 缔造起商业王国 他曾登上菲律宾富豪榜首位 或烟草大王 航空大王 银行大王等称号 虽然身在异乡 陈永哉不忘自己的根在中国 陈永哉提出振兴华社的当务之急 是振兴华文教育 他参与捐助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造写计划 他连续18年资助菲律宾优秀中学生 来华参加学中文下令 陈永哉向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捐款 既在菲律宾支持华文教育多年后 继续实际行动 支持全球海外华文教育 弘扬中华文化 为让中华文化在海外后继有人 而亲力奋斗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未经许可行为